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北域女中树立明老师 这一段我们要来讲 二项分布的历届的考题 尤其这几年的数甲 都出了几道精彩 有关二项分布的题目 首先我们来先看立体一 97年的数甲的考题 你看题目又臭又长 又有耐心的把它读完 有三个人在投同版 那每一局三个人都投同版一次 他的输赢是界定在 如果当中三个人当中有一个人 跟其他的另外两个人不同的时候 那这个人就出局了 那如果没有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下一局 那这样的比赛规则之下 他问了下面五个选项 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 他说第一局甲就出局的几率 那甲要出局是不是代表 他投出来的要跟别人不一样 那你稍微想一想 他跟别人不一样 那不就只有两种状况 哪两种呢 要嘛假投正面 对不对 那仪秉是不是就有反面 或者你假投反面 那仪秉两个人都投正面 只有这两种状况啊 所以几率不难算 可是样本空间多少 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投正面跟反面 所以样本空间应该是2的三次方 那全部的状况 只有我们蓝色版面上画的这两种状况 所以2的三次方分之2 所以不就四分之一吗 所以这个选项不对哦 第一局甲就出局的几率是四分之一 那第二个问题 第一局就有人出局的几率 刚刚我们算的是假出局的 那第一局有人出局不一定要假 也可能是谁 也有可能是乙跟丙啊 那你想想看 假出局的几率四分之一 那乙丙出局的几率呢 当然一样啊 对不对 他们每个人投的几率都一样啊 所以假乙丙 每个人出局的几率都四分之一 所以第一局有人出局的几率 是把他们三个出局的几率加起来 就四分之一乘以三 四分之三 那他第三个问什么 第三局才有人出局的几率 第三局才有人出局 那不就在告诉你说 前面两局都没有人出局嘛 对不对 所以我要先算 那没有人出局几率多少 由第二小题 我们已经知道 第一局有人出局的几率是四分之三 所以你大概可以看得出来 每一局有人出局的几率都是四分之三了 所以前两局如果有人出局的话 前两局没有人出局的话 那不就应该是一减四分之三吗 那第三局有人出局的话 是不是四分之三 所以把这三局的几率 把它算出来 来前两局没有人出局的几率 我们刚刚是不是讲过 是不是就是四分之一 可是有两局啊 所以你是不是要四分之一乘四分之一 那再加上第三局 再乘上第三局 有人出局的几率是四分之三 所以他说第三局才有人出局的几率 那不就这两个数字把它存起来 答案是六十四分之三 所以这个选项对了 好来接着我们看第四个问题 来第四个选项 已知到第十局才有人出局 折甲出局的几率 如果你这样去看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到第十局才有人出局 那就是在告诉你说 前九局都没有人出局嘛 那我问你 这个是感觉上读起来像条件的意味 条件的意味 如果你用条件机来算 会变得比较冗长 可是你想想看 已经在告诉你说 我第十局才有人出局 那我的条件已经进行到这里了 请问第十局有人出局 可能是谁出局 想想看 第十局有人出局 要么是甲 要么是乙 要么是丙 那从刚刚前面的选项 我们已经做过了 甲乙 丙 三个人出局的几率 一定一样 所以现在是不是就条件 已经建立在 第十局才有人出局 可能是甲 可能是乙 也可能是丙 所以 而且三个人出局的几率是一样 请问你在这种状况之下 甲出局的几率多少 那不就是三种状况里面的一种 所以几率就是三分之一 你不用 不需要用条件距离慢慢算 当然你慢慢算 你就会发现分子分母约掉 答案还是三分之一 来 看最后一个选项了 所以 一样选项是对的 最后一个选项 在这个比赛终止前 至少玩了六局 刚刚提议盖里面有讲到 怎样的时候可以继续玩 如果没有人出局的话 我是不是就可以继续玩 至少玩了六局 那代表前面五局 是不是代表都没有人出局 所以我就可以一直玩下去 所以在告诉你说 没有人出局的几率 我们刚算过了四分之一 前五局都没有人出局 那不就要四分之一 乘四分之一乘四分之一 对不对 乘五次方 那第六局要不要考虑 他说至少玩了六局 我如果前五局都没有人出局 那么我第六局一定肯定可以玩吗 我管他第六局到底有人出局 或是没有人出局 是不是都没有影响 我都要 所以第六局其实 其实相当于 他没有条件限制 其实是纯上一 那所以只要算 前五局没有人出局 那四分之一的五次方 他要跟我跟一千分之一比 你稍微想想看他这个算四分之一算 有没有很难算 其实没有 没有到那么难 我们赶快再看下一道问题 来立题二 刚刚是97 往前来98 98年呢 我如果现在改成我投一个铜板 我出现正面的几率是P 出现反面的几率 就当然就一减P了 这个铜板我都丢了N次 在丢的过程当中 出现正面 第一次我就给你一块钱 第二次我就给你两块 以此类推 那问你下面几个选项 要特别注意这个题看读完 你会觉得第一次正面一块 再来接着给两块 他有特别强调出来 我是可再得奖金两元 同样的 如果正面第三次的时候 可再得 所以就是说 如果我连投三次正面 我是可以得1加2加3 对不对 我是可再得 刚刚的奖金要先拿 所以只要注意到这一个问题 这个题看它特别强调的部分的话 圈起来相信你下面选项 不难答对 我们赶快看第一个选项 他说如果N次当中 我出现K次正面 总共得到奖金多少 刚刚是不是讲过 第一次正面得一块 第二次正面得两块 第三次正面得三块 要接着拿 所以K次那不就是1加2加3加到K 这个式子1加到K等差 算出来是不是就是2分之 一串是不是K加1 总共有2分之K串 2分之K乘K加1 他说他会等2分之K乘K减1 不对 你大概看得出来吗 2分之K乘K加1 跟2分之K乘K减1 是不是刚好差了一个K 所以其实他那个是只有K减1是正面的 好来我们接着看 所以这个选项是错的 那第二个选项呢 他说如果丢这个铜板丢第二次以后呢 累计得到奖金 丢两次之后 我得到奖金得到1元 那我们知道 你是不是就便告诉你说 我一次正面是不是就1元 所以就代表两次当中 一定是一次正面 一次反面 所以不难去求 他要问的是几率 一次正面一次反面 那我们就决定哪一次是正面 所以应该要C2取1 对不对 两次当中哪一次正面 那这一道题目没有说正反的几率一样 他只告诉你说正面几率P 所以你看到我们的式子应该是要 P乘上1减P 一次正面 一次反面 那C2取1是2 把它乘开 化简出来 是不是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选项是对的 好来 那第三个选项 他说总共得到奖金两元的几率 两元 我们如果得到一次正面的话 是不是一块 得到两次正面是1加上2 总共是不是三元 你就从一元是不是就跳到三元 没有两元的情形啊 所以这个选项在骗你 你不要以为就真的乖乖去看他的复杂的式子 根本不会有两元的状况 那几率多少 不会有这种状况 那几率就是零哦 对不对 所以不会等于他后面写的这个复杂的式子 他后面这个式子你大概看得出来 二分之N乘N减一是CN取二满 他好像有点有在猜测有同学会以为出现两元是投两次正面 其实不对 如果你得到两次正面应该是三元 所以仔细一下 其实很容易选对 那这个选项是错的哦 好来 第四个选项 总共得到奖金有点逆向过来 他不告诉你说我总共得到几次正面 但是他告诉你说我得到的奖金是2分之1N平方减N 这个式子要跟刚刚的第一个选项要有点感觉 刚刚的式子 第一个式子我们是为了个2分之K平方减K 我们其实跟那个头K是正面的已经发现差了一个K 其实你就知道他那个第一个选项 那个是K减一是正面 那这2分之N平方减N 是不是应该也是N减一是正面 试着写写看吧 来 1加2加3来 你看如果我把这2分之1N平方减N稍微提出来 不难发现 他真的就是1加2加3加到N减一耶 对不对 1加2加3加到N减一 那把它加起来 你看如果你没有感受到 你就先从1加2加到N减一加回去 也可以看得到 他其实是1分之1N乘N减一 所以就代表他总共有几次正面 我尾巴加到N减一才会是对嘛 那就代表我N次当中 我是不是就投了N减一次正面 N减一次正面 那就只有一次反面 那问的是几率哦 所以我们把几率算出来 是不是要先决定 哪N减一次是正面 对不对 所以先选哦 CN取上N减一 看一下这个式子 CN取上N减一 我有N减一次的正面 所以是P的N减一次 一次的反面 所以反面几率是1减P 所以整个的几率是这一个 那把它CN取上N减一 这个不就刚好CN取一吗 其实它就是N嘛 那它的选项里面是把它展开的嘛 所以你把它移进来 就会发现它应该是N乘P的N减一次 减掉P的N次 所以这个选项也是对的 那这一题的答案是2跟4 比前一年的难一点点 因为它都很多的代数符号 但是还是严谨一点 还是有机会答对的 再来我们看第三个例题 来越来越接近这几年了 103年 还是指定考课节 因为我们现在当然 现在是在第五册 此考才会考 我们看 它说如果职业棒球赛 它在第一轮 它的第一轮采季 五战三胜合理嘛 对不对 五战三胜 甲义两队当中呢 只要有一队 赢了三场比赛 它就可以晋级 当然就比赛就结束了 就是那一队赢啊 所以它要求的是什么 它说如果呢 我们甲对 赢的几率是P 我用P代表 我这个比赛的期望值 期望值是代表 那个比赛场数的期望值 就告诉你说 按照这一道题目写下来 我平均而言 我应该会比赛几次 可是P没有告诉你 所以你就会看到 这整道题目 其实就变得相对性的难 因为整个试试里面 都是充满了代数符号P啊 还有告诉你说 你到底总共比赛了几次 第一个问题 它说只要比三次 就有直接产生 晋级球队的几率多少 有可能啊 如果甲很厉害 甲连赢三场 或者义很厉害 义连赢三场 对不对 所以甲或义连赢三场 那你就要看 甲若连赢三场 几率多少 甲赢的几率是P啊 所以甲连赢三场 是不是就是P得三次方 义呢 连赢三场 义赢的几率是1-P 所以义连赢三场 是不是就是1-P得三次方 所以它说 只要有人直接晋级的 几率都要嘛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 就发现 第一个选项是对的 来 接着看 第二个选项 这个比赛场次的期望值 P 是P的五次多项式 这看起来就困难多了 你要把期望值求出来 期望值求出来 你是要把 可能的比赛的场次求出来 先列出来 在对应几率嘛 刚刚我们讲 最快结束的就是连赢三场 所以至少是不是有三场 那也有可能你前面三场 你有输了一场 你还是该拼第四场 第四场赢了 你可能比四场就结束了 最多一定五场啊 五赞三胜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列表列出来 可能的场次要嘛 三 四 五 只有这三种状况 那你要求期望值 是把对应的几率算出来 刚刚其实我们算了 连赢三场的几率 那接着我们来就来看 四场呢 如果我四场才得胜 来这个四次再告诉你什么 如果是假得胜 四场是假得胜 那就代表假前面三场当中 他胜两场输一场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这个 这个式子 前面C三取二 这就告诉你说 那个假呢 前面三场里面 他胜了哪两场 那第四场假还是赢 所以你看假胜的几率是P 所以我是P的三次方 是假赢三场 那后面那一个1-P是 以赢一场 那只是场次的分布 反正最后第四场是假赢 前面三场当中 有两场是假赢 所以我只要可能 前显是C三取二 加上后面那一个呢 就倒过来 假以的位置互换 就换成前面三场当中 C三取二是 以前面三场胜两场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以胜的几率 一减P 一减P是不是要三次 因为第四场 也是以赢 那假在前三场当中 它只赢了一场 所以只成一个P 仿造这样的概念 我相信你应该不难算出 如果五场比赛比了五场 那个几率多少 是不是一样分成假跟乙 前面的是不是就是假的 前四场 假赢了两场 对不对 第五场假在赢 所以你前面就看到 C四取二 乘上P的三次方 一减P 也赢了两场 总共才会一比五场 同样的后面这一个呢 是不是就是乙 乙赢了三场 所以你看乙是一减P的三次 前面的C四取二 是不是就乙在前面那四场里面 赢了哪两场 那前面四场里面 假也赢了两场 所以P的平方 要求期望值 FP 是不是就把这个上下相乘 加起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来三层上这个式子 接着后面 四层上它的几率 五层上它的几率 我不要急着展开 你看这是看起来这么复杂 我觉得在考试当下一题 大概只有十分钟 你一定会写婚 要仔细看一下问什么 他问的是P 是不是P的五次多项式 赶快找一找 看一下P的五次方在哪里 你不难发现P的五次方 在最后那个式子 来五场的时候 才会跑出P的五次 看一下这个式子 因为它会有一个P三方 后面 一减P的平方 一减P的平方 展开是不是 一个P平方 所以乘起来 确实是P五次 前面的系数 C四取二是不是六 后面这个式子也有 后面这个式子呢 我一减P的三次方 注意看哦 我们一减P的三次方 展开里面 P的三次方系数是 负一 乘上前面的P平方 是不是就变 负P五次 可是我前面 还有一个 C四取二 也是六 所以后面这一个 是负的哦 它是负六哦 前面是正六 后面是负六 所以P的五次方 前面那个五倍 其实不太重要了 因为重点 后面那个六减六 就会让它消灭掉了 所以P的五次方的 系数是零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 很像是五次多项式 可是其实呢 五次方消灭掉了 所以这个选项 我相信很容易算错 它其实是一个 四次的多项式 还好没有继续问好了 不过因为选项 它只能问你五次方 问你四次就破梗了 所以你自己仔细看一下 四次方并没有被抵消掉 所以它是一个 四次的多项式 接着呢 来我们来看 就是这个选项错 接着我们来看 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问什么 FP的领导系数 是不是等于三 我们把FP列出来 刚已经算出来了 对不对 看起来这么复杂 我要问FP的 我只问常数项 跟刚刚一样 不要展开 我只问常数项 要说是不是等于三 我们在问常数项 是不是只要把那个 P带0进去 对不对 多项式的概念 常数项就是F0 所以只要把P带0进去 观察一下 你就会发现 很多地方都有P 只要有P的地方 是不是多为0 只有哪一项没有P 那个1减P得三次方 你把P带领进去 它就会变成1 所以FP的常数项 真的就是那个1乘上 外面的3 它是3 所以这个选项是对的 我们看 来第四个选项 如果它会问你说 P1是不是在2分之1的时候 会使得FP有最大 这个表面上看起来 你好像觉得 那个P是一个四次的 四次函数哪里有最大值 你可能会收到 因为如果考指考的时候 你已经学过维棋分了 好像觉得是不是要 维分维尾看 可是那个式子太冗藏了 你去维分球的话 会发挥掉很多的时间 你稍微用你的直观想想看 我们要求比赛场次 期望者是比赛场次的 期望次数 比赛场次的这个 期望次数要最大 两队在比 什么时候会比较 几率怎样的时候 会比的场次比较多 我相信你一定想得出来 两队势均立敌的时候 对不对 甲乙的实力如果一样的时候 就会在那边拉锯战 对不对 所以一定是甲得胜几率2分之1 乙得胜几率2分之1 才最有可能形成拉锯 如果你甲得胜几率很大 一下子可能就连赢三场 一下子三场就结束了 你会拉锯到第四场第五场 一定是势均立敌 所以一看他在考你的直观 当然2分之1的时候 有最大值 我们就不需要在那边 用维基分了 直接选他吧 所以这个选项对了 来 再来做一个选项 他问你说 我们F4分之1跟F5分之1 谁比较大 按照刚刚第四小题 是不是告诉你 你这个比赛场次的期望值 是不是在越适近率底的时候 我的期望场次是不是越多 所以我只要看 4分之1跟我们这4 谁接近1分之1 谁越靠近1分之1 谁的比赛场次 是不是就越大 所以我只要去检查 4分之1跟2分之1的差距 4分之1 我们这4跟2分之1的差距 10分之3 不难看出来 4分之1比较接近1分之1 所以4分之1的差距 这个F4分之1会比较大 所以这个选项是错的 这一题的答案 1 3 4 确实比较难 可是耐心的去读它 还是有机会答对的 好来 这是二项分布这几年的考题 同学们多练习 一定会进步 加油 加油